大家好 我是TD老师 从今天起呢 跟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 Houdini这个软件 Houdini呢 主要是用于这个影视行业 与游戏行业的这个建模 然后包括特效 动画等等 非常非常强大 也是好莱坞 这个御用的特效软件 它呢 可以用在这个影视 然后游戏开发 然后包括Motion Graphics 然后还有VR 非常非常强大 我们到这个软件的界面 来稍作介绍 当你第一次进到Houdini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三个比较大的区域 左边这个区域呢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是整个世界 试图 另外最重要的这个区域 这里有个叫Empty Network Press Table to Add Objects 这个区域 主要是用来添加各种各种节点 因为Houdini呢 是通过节点的方式 使用过U15的同学 一定知道这个 南图 它跟南图非常非常类似 通过一个一个的节点来建模 我们可以来快速的试一下 在这个地方点一下Tab键 键旁边它的Tab键 输入一个Box 于是乎我们就添加了一个Geometry 这一个节点 可以看到这边 左边的试图里面呢 也出现了一个盒子 然后上面这一部分 就是这一个节点的属性 可以看到呢 我们双击进来这个节点 双击进去 好 里面的这个Box 你可以对它进行 缩放 旋转等等 至于怎么操作呢 我们之后会详细讲 先了解一下界面 好 另外顶上呢 有这个工具栏 工具栏之后我们讲到哪一些呢 我们再做详细的介绍 因为比较多 另外左边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如果你用过 玛雅慧山 Max Blender之类的软件呢 会比较熟悉 有平移 记住它的快捷键为T 旋转R 然后缩放1 好 这些键呢 之后我们讲到的时候 再做详细介绍 这个呢 是它的几个主要的界面 我只能够 我们不谈这些 还有您可以详纬的